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口试,笔试,海北有担保人,黄浦军校第一期招生购8B,1924年2月6号,广州南低2号门前挂出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出的牌子, 与此同时,市内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黄浦军校的第一个招生建章,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黄浦军校的招生工作并不简单,也不顺利,名额分配。 1924年2月10日,军校筹委会当初制定的招生计划,市总名额为324人,分别在全国19个省进行招考, 各省招生分配名额,市值立,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普建,广东,广西14省,每省12人,继168人, 东三省,热河,查哈尔,继50人,湘,岳,边,玉,贵军,五个军各15人,继75人,国民党先列家属20人,留有9个人的名额作为机动,另招备取生30人至50人。 黄浦军校课堂,报考条件关于考生要求,军校筹委会最初拟定的简章,要求,学生必须明白主义,学历上要求中学或相当于中学毕业,身体要强健,无眼病,无肺病和性病,考试要笔试口试,考的内容是作文,政治和数学,为了保证学员政治质量,每一名学员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招生工作 黄浦军校招生虽然有全国性的计划,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招生外,在国民党有一定影响的几个省份和地区,可以在《民国日报》上登谨则启示,但在军阀盘踞的多数省份,并不能公开招生,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甚至某些省份的军阀,竟下令学生不得 出胜一步,所以招考的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为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员及后代,为秘密无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当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或组织松散,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开学典礼上的第一期学生,廖仲凯曾经找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召集在国民党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谭亭山和中共广东区位书记陈延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名义,向各地组织发电,冲破军阀障碍,挑选优秀分子赴广州应事 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逆派三,四名同志复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书恒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他介绍赵自选,陈,作为何郭义宇等,时涵到上海见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运带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1924年3月,在军阀孙传方的眼皮底下,由毛泽东出面在上海秘密组织了一个黄浦军校分考场 所谓分考场就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这里集中,经过富士筛选,在富,广州参加总考 毛泽东在这里给许多人发放了路费和证明,送他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和轮船 现在查阅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对详细调查表,可以见到在学员亲笔填写的入校介绍人 一盘中,有五名湖南学员的入校介绍人,中都有毛泽东的名字,考试选拔黄浦军校招生消息传出后 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但是军校的入学考试是严格的,标准要求也很高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关,第一步是各省的出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的富士,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 也就是说,全国19个省分别进行招生出试,出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参加富士 富士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军队报考也是如此 东陆军总部及其所辖各部队,有数十人报考军校 东陆军总部为慎重起见,先在本部预考,合格者再送军校富士 第一期学生毕业证书,在报考军校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有鱼木混诸者 有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办法进入军校 为保证学生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示 谢决各方推荐罕见,郑重声明兼决案考试成绩,则优录取新生 3月27日,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示范学校为市场,居行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 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 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则由录取从总体上看 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三分之一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 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三倍多 广州总考进行了三天,因报考人数远远超出计划,考生学时较佳者颇多 革命军也正需要热血青年,故最终着量夺取 第一期来报名的青年也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 为此,军校在招生中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从山西来的徐向前等十多名考生 还有从陕西来的严奎耀、关林指、张耀明、杜玉明等十多名考生在于右任的保健下,都被录取了 4月28日发榜,第一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还有说360人或372人,被取生120人 在第一期录取生中,共产党员约有60人,占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 录取接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总的概括来看,第一期学员有以下特点,一是当时军校部公开招生,学员来自记,鲁、晋、玉、闪、杆、江、浙、碗、干、饿、饿、香、川、敏、月、桂、边、钱、吉、黑、蒙、21个省、除新疆、西藏等外 其余各省差不多都有人参加,最多的是湖南197人,广东108人,二是学员年龄相差悬殊 最小的谭玉林仅16岁,最大的丁虎39岁,三是学员,文化程度不平衡 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四是出身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等 但家庭富有者很少,第一期开学5月5日和7日,经过考试选拔的400多名第一期学员正式入校,编为四个队接受新兵训练,正取生编为第一 第二,第三队,被取生编为第四队,邓衍达为学员总队长,后严重接任,孙中山出席第一期开学典礼 第一期学生,学期规定半年,均为步兵科,初期为四个队共470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后由乡军讲武学堂和并到军校的158人 即四川送来的,21人编程的第六队学员,也归入第一期,因此这期毕业生实际为635人 声明,本文编撰推送属非商业行为,如涉及著作权问题,请著作权人或著作权持有人与我们联系 联系邮箱3461003623 atqq.com 本qq为工作号,不佳好友,我们将妥善处理,转载请著名转字黄埔文化遗产,ID HPWHY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